下面這一對新人 從整個週末以來 真的是影圈的震撼蛋 大家對他們獻上了 多少的祝福 兩個人相識20年 談戀愛4年 沒有人知道 舒淇跟馮德倫 竟然前天就宣布結婚了 兩個人的舊愛 當然又被翻出來 受到關注了 徐若瑄雖然跟馮德倫 傳過悲聞 但是還是舒淇的閨蜜 當天馬上在臉書上面 就表達了祝賀 而曾經跟馮德倫 交往9年的莫文蔚 昨天在微博上面 寫下了18字的祝福 被網友稱讚說是 最佳前任了 那麼在去年電影 《落跑吧愛情》 跟舒淇合作的任賢齊 也在微博恭喜好友 還故意說自己知道的很多 但不可以多嘴 幹嘛吊人家胃口 那麼舒淇跟馮德倫 他們在宣告結婚的時候 同時也曝光了 兩個人甜蜜的婚紗照 長進的是台灣 名攝影師林秉存 他說拍婚紗照 完全是由舒淇來主導 甚至他在講說 在片場聽你的 現在有結婚 新人 當然這個新娘最大 在拍照的時候 可都是要聽我舒淇的 而說舒淇堅持不要刻意 連玫瑰花 這把都是當天在路邊買的 而且舒淇會指導馮德倫 來擺姿勢 那麼馮德倫則是很Nice 你是大導演是不是 今天聽新娘的 要由舒淇來擺步 那麼正在捷克敢拍新片的 馮德倫他昨天在微博貼上了 最新的工作照 謝謝媒體跟朋友們的祝福 而這個其實兩個人結婚當天 現場據傳只有不到20個人見證 舒淇的媽媽也特別趕快飛到 捷克送女兒出嫁 感動到臉都枯花了 鼻子碰鼻子 頭靠頭 馮德倫緊緊抱著舒淇 私密床照也曝光229秒的結婚影片 記錄20年前認識至今的珍貴畫面 我有看哪啊 我有看 在電影《美少年之戀》中演對首戲 前前20年傳出兩人在布拉格舉辦婚禮 僅20多名親友在場 舒淇的媽媽也專程搭機飛過去 看到女兒出嫁哭到妝都花了 就連婚戒都曝光 馮德倫送舒淇三顆拉 特別訂製1000萬元的 保格力鑽戒 選擇這款正是它是歷史上 第一次出現的結婚戒指 象徵獻給至愛 也套勞舒淇 3號兩人喜訓一出 好友紛紛PO文祝福 徐若璇寫下趕快養好身體 加入媽媽的行列 新婚的林心如也要舒淇好好幸福下去 好友藍心美也透露 早在十多年前 舒淇就帶著馮德倫見過媽媽 這幾年也曾帶著馮德倫 和長輩們聚會 但卻未曾見過小兩口當中放閃 剛剛才帶著來一個舉行完 而且真的很累 而且小婚太累了 對 都是在現實中做的 三個月前面對媒體提問 感情一婚式舒淇高EQ回應 如今與馮德倫結婚 沒有華麗一切從見 只要艱辛不要排場 極限婚禮唱君子先合 平時美光燈聚焦的女神 碰到罪的人 終於完成終身大事 也很有自己的獨特風格 記者專輯中 我已經台北報導 舒淇跟林希磊是閨蜜 這個全世界都知道的 前天晚上樂得開酒慶祝 連懷孕的林馨如 都喝了個小喝一杯 而且林馨雷說 早就已經預約了 要當舒淇小孩的乾媽 舒淇 對啦 他們發這個結婚聲明的時候 也知道大家一定會問說 這麼突然是不是帶球跑 沒有 說舒淇還沒有懷孕 但是很多的好朋友 都祝她早生貴子 林馨如為了慶祝姐妹桃根 自己都在40歲完成終身大事 還決定破戒乾一杯 但是林馨如酒量雖然非常好 但是現在人家畢竟懷孕嘛 所以潛藏即止囉